经过三个小时的漫长等待 脑果巨星Michael Jackson终于在晚上6点30分现身逃人中正国际机场 而这个时间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三个小时 主办单位表示Michael的专机从南韩起飞之后 发现刹车油漏油所以又折回汉城修理飞机 Michael身穿蓝色军装戴着黑帽和墨镜 身旁戴着一个打扮神似的小男孩 再次买到宝岛台湾 Michael 这一次Michael和一般的旅客一样 站在查验护照的关卡前等着接受检查 迈克杰克森在数以百几的保全人员环绕之下 迅速地通过了海关 无论任何地方保全人员都是一次排开 庞大的真实也让人大开眼界 一路上Michael都是面带笑容和围观的旅客航站人员打招呼 在排除了人潮之后 迈克杰克森躲开原本为他准备的卡迪拉克轿车 坐上了牛奶眼人耳朵的白色消停车 直驱位在中山本路的下巴饭店 由于饭店外面将近千尾的歌迷从下两点钟左右就开始排队等待 甚至护护老天爷已经刮风下雨 一看到迈克杰克森的车队驶入了车道 立刻尖叫四起 保全人员也紧急引人枪包围 而迈克一看到车外失控的情形 便决定由工作人员效忍性地释放气球之后踩下车 但是这个时候歌迷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把这种歌迷的名字 进入热情歌迷的一三招球 迈克终于显身了 你来往死 你来往死 我来往死 你来往死 还是一样老习惯 打开窗挥手等歌迷问候 而歌迷仍然在细雨当中 打着伞 就等着 要一堵迈克杰克森的光彩 第一次 老师和我们的拓击 为Michael表演 表演完之后 Michael还亲切地分发红包 给小朋友 同时询问 为什么要用故事来欢迎他